Hello,大家好,我是Kim Chi 上次推出了菲律賓全國最強學校的影片之後 今天就拍攝究竟菲律賓馬尼拉哪裏有球打 我知道球迷可能去旅行或者去工作的時候 都會想必點時間去打球 如果你看這影片就有覆蓋了 一會兒我介紹的場地 是我認為是菲律賓最舒服的 比起我上次推出的影片 環境是十倍的 不會太焗的 為何會這樣說呢 待會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Let's go 這裏收費大約是100元ps 即是大約15元港幣 由早上10點打到晚上9點 是任打 一定能滿足球迷打到舊皮位置 一定能不可以加強勾決於大約1點 kaç乾營的 是 你ő 都在這裏收費大約 或是 我們在這裏收費的 在這裏收費 我開始 炒 是 今天其實我的時間很有限 我只能跟兩個人打到 其實剛剛那兩個都很高水平 一個就是菲律賓國家雙殘代表隊 一個就是前菲律賓國家隊 也很好給觀眾知道 究竟尼瑪尼拉有甚麼場地可以打到球 剛剛那兩個水平 結對夠乒乓球愛好者打的 而且是一個這麼好的雙場地方 和有冷氣 在菲律賓很難找到 我身邊這一位就是 我是領主任 簡單介紹就是 菲律賓聯合會和菲律賓總會的人 他都有份參與 基本上在菲律賓整個球台 他都是貢獻很多的 你覺得菲律賓的乒乓球發展好嗎 我們都希望越來越好 就是因為我們也有很多的活動 就是要推動這個乒乓球的運動 因為我們都知道 菲律賓這個乒乓球不是很出名的運動 也很少人贊助這個運動 所以我們推動這個運動 希望可以鼓勵贊助人來贊助這個運動 上次就有打過菲律賓最強的學校 跟那個女孩16歲那個打 只是她每年出國吃次數很少 跟香港完全很不同 在香港打WT 其實有很多機會可以打得到 其實菲律賓其實他們打得很厲害的國家隊 都一年只打過東南亞運動會 和東南亞禁標賽就沒有其他措施可以打 運動員的本身你有什麼期望呢 打好就 就有贊助 就有贊助 找你也可以 可以可以 當然可以 好 感謝你選人的大力支持 謝謝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這條影片給你們知道 究竟菲律賓打球有哪裏打 一會兒的地址我會補償的 或者我出post的時候我都會詳細介紹 最後我有份禮物送給你 就是我們講拼的衣服就是這樣 講拼很好看 希望你喜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訂閱按讚 和分享給你身邊最大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